近日,何超英分享了自己的全家福 他和才25岁的老公辛奇隆一起为女儿和包蛋 庆祝四岁生日 华丽的蛋糕 巴比娃娃真人演员 水上乐园 现场的不知尽显奢华 小巴只能流下羡慕的眼泪 何超英如今四肢纤细 早已没有结婚时的臃肿 他双手将女儿抱起 老公辛奇隆在旁边将母女俩护住 画面十分温馨 辛奇隆比何超英小了八岁 虽然颜值不算出众 但却十分优秀 18岁就考入了哈佛大学 目前正在攻读医学博士 同时他还有一米八的身高 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女儿和包蛋身穿粉色连衣裙 带着小皇冠 公主范十足 虽然他才四岁 但身高已经不容小觑 已经能够超过旁边扮演巴比娃娃的成年演员的腰部 看到这一场面的网友也纷纷展开了讨论 觉得和超英这个学霸老公算是找对了 不仅让孩子的身高优于同龄人 还有助于提升孩子的智商 这对重视教育的赌王家族来说 高智商能让他们脸上更贴金 同时还有许多网友表示 赌王四太这算是把基因玩明白了 因为四太这一房的基因实在算不上太好 于是四太改良基因的目标也非常明确 儿子和尤军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各挨找模特 孩子身高大不同 和尤军的智商虽然在线 但可惜身高不够格 这显然是随了四太梁安琪的个头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四房一架在合照中的身高劣势进行 只有儿媳西梦瑶为他们扳回了一局 超模出身的西梦瑶 颜值可能没有娱乐圈里的女性那么惊艳 但她的身材比例自然十分优越 拥有一米七八的她 即使穿着平底鞋 也比和尤军高了半个头 把她衬得像个小矮人一样 当和尤军和四太梁安琪 与西梦瑶的父母合影时 在岳父岳母大高个的碾压下 气场都弱了好几分 但西梦瑶的好基因并没有浪费 她生下的一双儿女 完美地继承了自己的高格基因 前不久和尤军和四太梁安琪同行 就把儿子和广深带着 还不到四岁的她 已经显示出身材优势 长手长脚的样子 明显优于同龄小朋友 最近西梦瑶还晒出了与女儿的合照 才一岁多的女儿四肢修长 一双长腿也十分瞩目 想必以后和哥哥一样 都不需要在身高上发愁了 看来四太把自己的孙辈基因改善得非常成功 颜值拉胯不要紧 美女对象逆天改命 下一代的智商能改 身高能改 颜值自然也能逆天改命了 这也是许多豪门 愿意迎娶冒美女明星的原因 向左与郭碧婷的结合的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曾有网友瑞评过向左的长相 称要不是他爸是向华强 他这样的长相 放在自己村里都找不到对象 向左的颜值确实非常的寒碜 但实际上 这已经是向太改良后的结果了 年轻时的向太皮肤白细 颜值十分惊艳 是实打实的大美人 怎奈何向华强的基因太过强大 向左和向华强完全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小儿子向右又身材臃肿 向太实在无力回天 他只好把改善基因的心思 放在孙辈的身上 因此作为妈宝男的向左 七次恋爱全都无疾而终 向太千挑万选才选中了儿媳郭碧婷 并且毫不掩饰对郭碧婷的青睐 向太曾在节目中满脸笑意的表示 非常期待郭碧婷和向左的小孩 觉得他们俩的孩子一定很好看 由于郭碧婷的爸爸是混血儿 有八分之一美国血统的宝宝 一定差不了 可谓是把算计摆到明面上来了 当然郭碧婷也没有辜负向太的期待 生下了一对颜值优越的儿女 从家庭合照来看 大女儿向直笑起来非常可爱又明媚 即使打马都能感受到她的快乐 小儿子向生 同样继承了郭碧婷的美貌基因 从以前曝光的侧脸照来看 小家伙的眼睛又大又圆 脸颊肉嘟嘟的 看起来很可爱 向左曾在郭碧婷生下大女儿明确表示 希望能和她在多生两个理想中的宝宝 专门强调理想二字 让人不由的质疑向左的目的 在生下二胎之后 向左仍然不满足 表示期待第三个孩子 大有一种想要多延续自己基因的感觉 女儿向直 儿子向生的名字也引起了热议 让人觉得重男情女 难怪许多网友觉得 他们家只把郭碧婷 当成了改善基因的生育机器 但实际上豪门多子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开创港姐家豪门县力的朱玲玲 在19岁时参加港姐的选举 就一举拿下了总冠军和最上进小姐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双料冠军 由于港姐的选举标准 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朱玲玲的谈吐自然也不俗 优秀的朱玲玲迅速抓住了 大她12岁的霍家第二代长子 霍振婷的眼球 于是开始了疯狂追求 在交往9个月后 霍振婷向她求婚 虽然朱玲玲的母亲警告她 这样的大老板对她根本不是真心 只是贪图她的年轻漂亮 但朱玲玲还是选择相信爱情 他们俩的婚礼甚况空前 但实际上霍家确实是有所图谋 朱玲玲为霍振婷生下了霍启刚三兄弟 作为选美冠军的她 凭借出众的长相 改写了霍家的基因 在朱玲玲的力挽狂澜下 这三个儿子颜值比爸爸高了很多 霍英东还曾明确表示 自己同意这桩婚事 主要原因是为了增加霍振婷的知名度 让她的事业能够更加顺利 由于当时的港姐极具影响力 朱玲玲又大气端庄 她经常陪同霍振婷出席各种大场合 即使后来两人离婚了 她也回到霍家出席了霍英东的葬礼 霍启刚的婚礼 与霍家的关系仍然十分和谐 朱玲玲既改善了霍家的相貌基因 又凭借得体大气的风范 增加了霍家的社交魅力 可以说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和朱玲玲生下霍启刚三兄弟 截然相反 邱淑珍与IT时装集团创始人沈家伟结婚后 生下了沈月三姐妹 由于邱淑珍的丈夫沈家伟的颜值并不高 大家都感觉他们两个不太般配 没想到邱淑珍和沈家伟的感情非常稳定 他们的女儿颜值也不低 但还是有媒体宣称邱淑珍的基因太偏心了 因为她的大女儿沈月非常出众 还被誉为最美心二代 两个妹妹在她面前就有些逊色了 当年邱淑珍可是香港的风云人物 从被质疑整容退赛港姐竞选 再到被王金选中 感情上与她缠缠绵绵近十年 事业上也得到王金的助力 邱淑珍成为了当年全香港男人的欲望 没想到最后邱淑珍却火速嫁给了沈家伟 如今是总裁的她 当年也是白手起家 从20岁就开始创业打拼 最终打造了自己的时装王国 邱淑珍与她在日本举行了价值百万的豪华婚礼 结婚后的邱淑珍就成为了沈家伟的协内助 她成为了IT时装集团的形象代言人 经常与沈家伟去世界各地挑货 在自己的四川引进下 风靡整个香港 并且正是有邱淑珍这层关系 张曼玉才担任了IT时装集团的形象创作总监 与其说邱淑珍有望夫的体制 倒不如说是她的明星效应作用更大 沈家伟的分店猛开 身家猛涨都离不开邱淑珍的助力 既让自己的女儿们颜值更上一层楼 又让自己的事业节节高升 沈家伟取到了邱淑珍 却确实实是她的夫妻啊 当然进入豪门要是能像邱淑珍那样婚姻幸福还好 像朱玲玲那样有勇气果断离婚也罢 但还有一些明星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孩子倒升了一大堆 豪门的门槛都没有卖进去 被称作九头身美女的吴佩茨 在娱乐圈发展的十分顺利 自身条件优越的 她在台湾七仙女闺蜜团中也是佼佼者 吴佩茨有资本嘲笑大S黑 小S黑 身价还曾超过0至0 但是可惜 她一心只想嫁入豪门 六年时间里吴佩茨为季晓波生下了两两女 却仍然没有拿到豪门入场券 不过季晓波在物质上面对吴佩茨还是很大方的 吴佩茨的身家还被预估高达50亿 要不是季晓波有钱 凭她的颜值 怎么会让吴佩茨甘愿一生再生了 当然季晓波同样也是贪图吴佩茨高挑貌美 她生下的孩子总不至于太拉胯 果然 从吴佩茨分享的孩子照片来看 七岁的女儿小蕊蕊长发及腰扎着马尾 吴秀上衣能看出她的手臂线条纤细 但并不瘦弱 整体看起来气质不俗 从侧颜就能感受到继承了妈妈的美貌 可以说吴佩茨把季晓波的基因改善得非常成功 如今季晓波频繁被爆财务危机 还被指欠钱不还 而吴佩茨前几年也宣布自己封度了 吴佩茨得到了钱 季晓波爆的美人归的同时 还有四个可爱的孩子 看来两个人是各取所需 互相算计 豪门基因太强大 改良路上阻碍重重 当然也有颜值身材只改得了一样的情况 中仆混血的梁洛世 不仅颜值高 还有一米七级的高条身材 仍在人群中非常出众 他为香港首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 生下了三个儿子 都没能嫁入豪门 但大手笔的李嘉 在物质上让他仍然过得非常奢侈 近日梁洛世晒出了与长子李长志 参加婚礼的照片 曝光了孩子的正脸 戴着黑矿眼镜的李长志 看起来有种树卷气 眉眼之中都有爸爸和爷爷的影子 但是如今14岁的他 穿着一身西装身子挺拔 身高已经不容小觑了 甚至与穿着高跟鞋的妈妈梁洛世 差不多高 由于梁洛世和李泽楷复合的传闻 闹得沸沸扬扬 还有网友猜测梁洛世旁边被打马的男子 正是李泽楷 李泽楷的身高并不出众 因此穿着高跟鞋的梁洛世 比他高也不足为奇了 李长志好歹看起来有些清秀 又遗传了妈妈的高挑身材 也没有那么多人抓着他的颜值不放 但李嘉欣的儿子许剑彤 就没那么幸运了 前不久 12岁的许剑彤在网上晒出了自拍照 穿着西装衬衫的他 戴着墨镜 留着胡子 看起来非常成熟 从他参加画展的全身照 可以看出许剑彤的身材臃肿 肚子都能把衣服撑起来了 皮肤也是有黑的 整个人长得非常普通 许多网友感慨 真是浪费了李嘉欣的美丽基因 无论是白皙的皮肤 还是好看的容貌 又或者是高挑的身材 许剑彤一个都没有占到 甚至连爸爸许静亨 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都不沾边 这不由得让人感慨 豪门的基因改造 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如果幸运的话 找个身材高挑 颜值出众的对象 就能顺利改善下一代的基因 要是没那么幸运 就只能像像太一样 多改良几代了